在六毒里里长也是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的于良胜和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一起拿着刚出炉的传统小吃草娃贵 将分送给社区百岁其老和长辈以及访试户的独居长辈 让他们感受来自社区暖暖的爱心 来供应给我们关怀户 尤其然然可贵这次我们于里长上任以后就做大来举办这个活动 可惜结合我们的社区的一些礼民一起共同的来参与 也回味以前我们所谓的清明节我们要准备的一些用品就是我们的菜汪贵 连续做了四年了都来送给我们社区里面访试户 像今年就做了150斤 我们每年都持续这样在办 这是由六独里办公处联手六独社区发展协会的烹饪班志工们 这几年来都会应景清明节关怀社区长辈 由烹饪班的婆婆妈妈叔叔阿贝 特地纯手工制作台湾传统小吃草娃贵 有甜的红豆馅以及咸的菜薄味两种口味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